4月5日,台湾流行乐男歌手周杰伦来港出席好友火锅店的事业典礼 说到百忙之中,抽空来位好朋友们店站台 周董透露,因为朋友很多年就有这种想法 自己当时也是非常赞成对方开店创业 并承诺只要开店成功,自己必定到场支持 我们真的讲火锅店讲了好久了 从我开始健身的时候,到现在 到现在没有在健身的时候,他终于开火锅店了 对,我就说不管你有没有开,你开了我一定会来站台 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对不对,是不是 日闲才开设社交媒体的周董开玩笑说 一开始接触就会沉迷,之前自己比较孤僻 现在就可以借此交了很多朋友 还取消阿信就很强迫症,排版要整齐 而肖敬腾就经常发无聊的东西等等 对,比如说阿信,他这个就是,反正他好像 比如说IG不是每个照片排起来,他都要很整齐 就是我觉得他有那种强迫症 然后肖敬腾就每次都会讲一些很无聊的东西 都会讲一些,然后我就会去他的下面留言 去笑他这样,所以我觉得 有些大家的互动开始在这变得很好玩 说到周董除了开演唱会都不会来香港 他就暗示年底或许可以再和大家见面 但要等自己的新专辑出来之后 在香港也只有演唱会的时候 跟这些记者朋友见面 那这个,我们应该 今年年底也要准备见面 对对对 当然等我的专辑出来 这个也对大家等到点都全在的了 对对对,因为专辑出来才会有养散会 对对对,因为专辑出来才会有养散会 对对对 好,这边,这边 这边,这边 好,准备开动,变得开动 非凡娱乐时事报导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by bwd6